哈喽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财科案站 我是小V,今天是5月23号 一起来看一下今天币圈的新消息 根据Bloomberg的报道 美国FED的主席Jerome Powell 在近期的会议上是发出了暂停加息的明确信号 Powell在会议上表示 目前以政策来说 对经济的影响是有限制性的 目前为止紧缩的政策 对银行带来的压力和不确定性 已经让他感到担忧了 Powell的原话是说 既然我们已经走到了这一步 就可以关注数据和不断变化的前景 而做出谨慎的评估 这个言论就给了其他美联储成员指导原则 美国的全国人寿保险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Cassie 更是解读了Powell的说话的意思 就是6月份先暂停升息 之后再评估即将出炉的数据 针对下个月升息的预期 现在已经从之前的33%下调到了13% 虽然仍然是有几位鹰派的代表 仍然是对FED表示应该继续加息 因为没有看到通胀缩减的速度够快 但是Powell表示 银行业近期有4家银行的倒闭 已经造成一定的经济阻力了 因为银行信贷紧缩的困境 就可能对经济增长 就业还有通胀都造成压力 所以政策利率方面 可能就不需要再像原本预计的那样上升了 所以就像我们之前也报道过的 那如果美国FED在6月份开始暂停加息的话 那么对于这个风险投资市场 例如股市和币市都是利好的消息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则消息 之前有跟大家报道过了 这个加密货币冷钱包 Ledger是推出了Ledger Recover的功能 那是一个通过多间第三方公司 进行托管的助记词恢复服务 这样看似贴心的功能 却引起了整个加密社群的强烈反弹 甚至是抵制 那之后就有这个Ledger的高层 是纷纷出来灭火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 他们出来的说明 竟然好像是火上加油呢 有个脸上的分析师 在Reddit论坛上就询问 有关私钥存在第三方安全性的问题 并且他是追问到底 如果政府对Ledger或者第三方机构发出传票 那么政府是否可以使用Recover 来存取Ledger的资金 而不需要客户的同意 或者知晓这件事情呢 没想到Ledger的这个共同创办人 及前CEO就表示 是的 政府可以对这些第三方发出传票 并获得存取您的资金 Recover呢 是提供了一个方便的恢复选项 减少了丢失备份的风险 但是您的资产从理论上来说呢 也是可能会被政府冻结的 但是这是理论 他说他自己并不是律师 也没有看见过有关于此的任何法律意见 那这个创办人呢 甚至还将另一个冷钱包的品牌 Trezer呢 也拖下水 表示啊 其实冷钱包商呢 都是可以获取用户的私钥的 只是他们选择不这样做而已了 那这样子的一番书画出来啊 真的不知道他是在Bound Ledger 还是在抹黑所有的这个冷钱包商呢 总之啊 这个Recover功能呢 现在看起来还是劝大家 避而远之 比较好了 好那今天新闻部分呢 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请大家记得简单订阅 或者分享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